周星驰当年最受侮辱的两件事,放咱平常人都受不了。 天文地理,电影篮球等等都有涉猎的老梁这次一本正经的讲到了周星驰,这位充满传奇色彩又伴随不少争议的喜剧演员和导演。 相信有不少人看过83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尽管这部电视剧被翻拍了一遍又一遍,但是经典还是以前的。 那里面就有周星驰,而当时的他就是个跑龙套的,演什么呢? 他在里边演过精兵,也演过文武的小兵,有那么一段就是没超风链就因白骨爪,要用人脑袋链,结果一伸手就把蒙古的小兵给抓死了。 周星驰就是这个蒙古小兵,本来简单的一按,阿一声往这一躺就完了。 周星驰却不干,跑去跟导演说,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动作,他一伸出这个手来我应该这么地挡一下,便说便做动作。 导演怒吼干嘛啊,周星驰丝毫不心虚,我给你分析啊,这个小兵他不想死啊。 所以没超风的就因白骨爪下来后他这么挡一下,表达他不想死的心情。 导演一听了啦,还真欣赏他的创意,送给他一个自滚。 电影喜剧之王中跑龙套一段便是他的亲身经历写照。 所以那个时候周星驰保长了这些白眼,不光这个,有些时候他还得跟一帮人一味地拍马屁,十分难挨。 老梁慢慢到来,周星驰为了上戏,他托熟人找一部电影的导演,不断地给导演拍马屁,我看过你好多片了,什么什么的都好到一绝了。 其实那导演竟拍万片,给导演拍得挺舒服,以后游戏就找你。谢谢导演,谢谢导演,谢谢导演。 就这样,千安万谢地出了门,出门周星驰没走占那点跟温的功夫,就听屋里的导演说话了,跟身边的随从说,刚出去的那个叫什么?周星驰?怎么藏的像条? Goo,是的。 你想谁听这话放心里能不被刺伤? 大话西游中有这么一段,在城墙顶上他和朱音两个人拥抱,然后这个时候下边孙悟空一看,两人好了。 便拖住一个金箍棒走了,这时城墙上的两人却说了一句很多反应不过来的台词,那人看起来像挑狗。 这其实就是周星驰对自己当年听到的说这句话的一种抱负。